中国绿都 最养三名 我是三名市市长李春 欢迎大家来三名 养眼 养心 养肺 养生 保护摆在第一位 才可能把它开发利用好 你们好 那多住几天 那看来我们不仅太平好 我们其他还有江的 还有周边的多么 像我们这种村子还很多 各来一杯咖啡吧 这就是大金湖的有金鱼啊 全是野生的 这个季节就是崖壁上开满了百合花 然后再过一段时间 就开了金黄色的花 叫宣草花 这个景观太独特了 我是第一次在省内见到 这样的野百合 嗨 你们好 你好 从哪里过来的 大海人 生态非常好 生态环境好 那多住几天 多待几天 那看来我们下次还得再来一趟 单好水好人更好 吃的也好 吃的也好 真的吃的也好 玩的好 玩的没 我们下回还要来 我们还要来 我们公司有三十几个导游都不够用 还请了好多的兼职 而且这几年疫情有好多的导游都已经转型了 去做别的行业 但是因为团量上来了 所以很多人又恢复到了里面 人多了 我们服务质量 绝不能下降 一定要提升 特别是从去年以来 我们还推出了智慧游三明的小程序 在村里就能看到这种典型的单侠地吗 对 其实在泰宁像我们这种村子还很多 都是坐落在青山绿水之间 这是台湾的团队对我们这个村子进行了设计规划 参与了我们乡村振兴相创相见 带你去看一下我们这里的一个特色的民宿 原来老房子改造的 你就是把我房间里面的天窗打开 看到的每天的星星 河边全不是银湖村 客人来住在这里 他就在这里发呆 很多地方打造文旅资源 他是希望游客能住下来 我们以前叫做走马观花 现在叫这个养马种花 哇好大的鱼头啊 是啊 这是就是大金湖的这个有机鱼啊 吃住行游购鱼 吃肯定是摆在第一位的 还有很著名的大家都知道的沙仙小吃 对 对 吃完沙仙小吃到永安又吃 永安的很特色的 笋猪咽 留住了游客的胃 这次的全省文旅经济发展大会啊 吹响了做大做强做优文旅经济的号角 三明将认真落实会议精神 主动对接福州都市圈 夏张权都市圈和大武仪旅游经济圈 全方位的融入全域生态旅游省的建设 在国内呢 我们把握住上海市与三明市对口合作的重大的历史机遇 把三明打造成为上海市民休闲度假的后花园 全面推动三明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是三明市市长李春 欢迎大家来三明